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就买了它 让你感觉满意的地方有哪些 这个车子呢 因为我平时都是家用 家里面能坐 所以它的空间是足够宽大的 做起来老人也坐得很舒服 小孩也觉得很好 它的后备箱呢 后备箱的储存量空间也比较大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感觉其实车子呢 开起来很好开 它的方向盘呢 这些 其实上有时我开了朋友的那个 奔驰这种大奔的 机物零零这些 实际上我感觉还没有这个车好开 因为它们的方向盘很重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觉得车子的提速这一块呢 还是很好 比如说你在城市里面 可能就上下班的这种 完全都够了 或者是你在开高速的时候 它开到130 140的时候 都很没问题 你觉得这个车 不太满意的地方有哪些 可能在三年多的时候呢 那个电瓶就没电了 当时在外面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也很吓人 还有一个呢 就是发现它的噪音 到后来呢 可能就这一年多 可能在四年 满四年的时候 这个噪音呢就慢慢的比较大了 我开始以为是密封不好 就后来看说 可能是发动机那一块 可能稍微噪音有点大 第三点呢 可能就是油耗这一块 它感觉比以前呢 没以前省油了 它可能就耗油量相对要多一些 作为一名女司机 我想问一下 就是平时你开车最怕的是什么 就车多的时候 我就特别怕那种 加塞 加塞的 也是就有这种情况 我觉得心里面特别着急 你现在开的什么车 奥迪A6 这款车 你觉得它开起来比较顺手满意的地方 有哪些 就比较刹车 我觉得感觉很灵敏 然后就是驾驶的舒适度 我觉得还可以 空间就是比较宽敞 就很舒适感觉 驾驶当中不太满意的地方 有没有 第一个我就觉得就是 节油这一方面 好 另外一个就是结合智能化的舒适度 还有第三方面就是能够 就是它的那个其他的就设施 硬件的 比如说轮胎 车窗 或者其他的能够更加的那个 智能和优化一些 如果给爱车打分的话 你会一百分会打几分 打个五十分吧 你到现在为止 就是开车大概多长时间了 从拿驾照开始算 大概有七年左右了吧 不要老司机了 差不多 那平时开车 你觉得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最难的地方啊 可能就是城区里面塞车吧 就是那个 就是很多人就是因为赶时间啊 就是会挤你啊 就是车 就都不在自己的道上 挤来挤去的那种 就很怕这个 对对很怕刮叉 对很耽误大家时间 那平常你的这个开车 停车倒车怎么样 还行 还可以 应该是感觉 倒车和停车 应该比我自然走 还要 技术还要熟练一些 现在你开什么车 我开的是一个宝马 哪个系列 宝马五系的 五系 对 这个宝马就这位叫 操控之王 对 当时买的时候 就是因为 它的操控性 就是比较简单 比较好开 还有就是一个工作需求嘛 这个宝马车买了 有大概三年半左右了 那么你觉得 这个车好的地方 有哪些呢 好的地方 就是那个 它的操控性比较好 就是开起来很自如 就是方向盘 特别的 就是灵活 因为我平时开的比较多 朋友们坐我的车 都觉得空间特别大 然后我感受的话 也还是不错的 挺大的 就是两三个人 在后面坐着的话 就是盘个二郎腿 都不觉得挤 底盘和悬挂 还是比较扎实 然后转弯的时候 就是它侧弯 还是很稳的 开到现在的话 有出现过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的话 就是每次就是车子 停了一两天以后 再去开的话 它就会出现 那个放电量增加 然后我就换了 那个电瓶嘛 但是还是会出现 这个问题 好第二个的话 就是有一次 就是在回家的时候 经过那个停车造打 那个倒闸的时候 我明明是减速踩刹车 突然这个那个速度增加了 好像就是出现了 那个刹车失灵的一个现象 如果给爱吃打分 一百分计算 你会打多少分 打85分吧 你现在开的什么车呢 我现在开的是那个日常的齐骏 什么时候买的呀 一六年买的 开了三年多了 当时为什么买这个车呀 都是 首先肯定是便宜三 然后性价比高 底盘也比较高 空间也比较大 油耗又低 现在开了三年多时间 你觉得它好的地方是哪些呢 好的地方都是 反正朋友们坐车 都觉得我这个空间大 出去耍的时候 就是底盘比较高 油上玩水都不是什么问题 油耗率比较低 比较省钱 然后都是 就是这种操控感比较爽 觉得它不好的地方有哪些呢 都是想吐槽啊 都是它不好的地方有两点 就最近一直困扰我的 一个都是我在就是开车的时候 把倒车呀就潜入那个位置 偶尔会嘎嘎嘎嘎响 然后我也跑去算四店问了 有个跟我说 他说这个是正常 我都觉得莫名其妙的 我说 我说这个车本来很满意的 哪个会出现这种低级错误啊 另外一个都是 ZVT的这种操控 按理说很顺畅 但是我有时候开起来 它都一揉一揉的 它很卡顿 就是不顺畅的时候也有 都是这两个问题 不要困扰我 如果你给爱车打分的话 你会打多少分 嗯 90分吧 因为毕竟喜欢它才买撒 然后但是这两个问题不解决 我肯定要去10分撒 在今天我采访了一组女司机之后呢 让我对女司机女车主呢 有了重新的定位了 呃 她们呢不仅会开车 而且懂车 也算是老司机了 在道路上呢 也是尊账首计的 在这里呢 我倡议啊 我们的男车主 都签认一下我们这个 道路上的女司机女车主 呃 同时呢 您对自己爱车 有什么看法 和什么感受的 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下方的任性电话 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 车主有话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告诉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